哈囉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WARFRIEND 維安 狐身獸 這一隻野獸同伴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隻同伴要怎麼樣的配置吧 那首先是他這一個 呃... 變... 突變元跟抗元 這兩個部分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選自己喜歡的就好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這個 你選什麼他其實會根據你的 這一個... 呃... 虎身獸 就是去改變他的外觀就是了 那... 他除了改變外觀之外呢 他還會給他有一個這個護甲的減傷效果 那這個減傷效果的話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拐他好用一點的話 個人會覺得比較建議 大家可以選擇減衝擊跟減切割 還有我們的減火焰傷害 這三種選擇這個 衝擊加火焰或者說切割加火焰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以現版本來說啊 就是敵方最常見最難搞的 就是這幾種元素了 那... 呃... 我自己是覺得沒差啦 反正就選自己喜歡就好了 畢竟他會根據這個... 突變元還有抗元來去改變他的外觀 好啦 那麼講完了這部分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講一下佩...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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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喔... 好吧 那就讓我們來講一下佩卡吧 好... 那...首先佩卡大概是當這個樣子啦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一個... 恩... 算是... 控場打傷害的同伴 那我們就先來講一下這個配置的核心卡是哪些吧 那首先呢我們今天的核心卡A 就是我們的麻痹包子啦 那為什麼會說他是核心卡A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只是給你一個控場效果的東西而已 那有狀況麻痹包子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是會去撞怪啊 並且會讓這一個怪可以去做一個處決的動作 然後除此之外呢 他們還會有這一個緩速的效果持續十秒鐘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恩...理論上來講這一張MOD的話 會蠻適合打我們的隱蔽連結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 那個野獸衝過去撞一下怪啊 怪就會全部都受到這一個可以處決的狀態 那搭配我們的隱蔽連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處決怪 然後讓這一隻同伴不會被發現 然後就會...恩...對...非常的還蠻不錯的 這個生存性會大幅的提升沒錯 但...說實在的我自己用起來... 真的有點卡獸 就你還要特意去看這個野獸在哪裡 然後你還要看這個野獸去那邊撞怪 然後來去觸發這個隱蔽連結 去幫他處決 我是覺得沒有這種必要啦 除非你本來就是一隻處決戰甲 可能你本身就要玩H啊或做Banshee啊之類有的沒的 本身就會再搭配處決的情況下的話 那麼再考慮做一個隱蔽連結加馬幣包子吧 那只不過呢通常戰甲如果是玩處決流的話呢 你通常也不需要馬幣包子就是了啦 我是真的覺得建議官方要嘛 就是讓我們處決的傷害可以高到一般情況下 就是都不需要特別去注意 要嘛就是要讓我們的這個... 可能處決收益大一點吧 不然我們處決就... 處一隻怪然後就...就沒了 好啦雖然說可以去... 依靠加強度那些來... 就是那個萬尼修人MOD來去加到一些BUFF啊 但... 還是... 有一點弱勢就是了 好啦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還是看個人自己去做決定吧 如果你要搭隱蔽連結的話呢 那他就是可以剛好去做一個搭配 如果你不想搭隱蔽連結呢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控場來用就好了 那如果你不需要這控場的話呢 那你就再自己去做一個更改吧 例如可以考慮放上我們的強固連結 好 那麼除此之外的話呢 那我們今天的核心卡B 核心卡B就是我們的感染屍咬啦 那感染屍咬這一張MOD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恩... 其實我覺得啦 這一張MOD 效果不像官方寫的那樣 至於為什麼會說我覺得效果不像官方寫的那樣呢 主要的原因呢 他基本上 你會發現到他常常會有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他把怪上包子之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他就跑去打其他隻怪了 恩... 我不知道是官方AI設定有問題還是怎樣啦 反正我是覺得這一張MOD 他寫的效果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美好就是了 他照理來說他寫的效果應該是說 我們對怪造成處決傷害的時候呢 然後同時 應該說我們對怪上包子之後呢 我們還會對同隻怪造成這個200%處決傷害才對 但... 你常常會看到的就是 他幫怪上了包子之後 然後他沒打他他就跑去打其他隻怪了 所以我說這個傷害跑去哪了 就... 挺尷尬的 我覺得他好像MOD只剩下幫怪上包子 然後沒有傷害的效果 那...總之呢 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是覺得啦 他有搭配到有用到 你會看到他 欸瞬間把怪給秒了 他沒搭配到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是一隻小丑 好啦那這個東西的話 雖然說現版本是這樣啦 但說不定之後版本會有用 那我還是以這一個為核心卡 就是來去做一個配卡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講 這一個東西有什麼效果 好首先呢 是他呢會給一隻怪 身上上4個 有傷害反應的這一個包子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什麼叫上4個傷害反應有關的包子呢 這個東西非常的特殊喔 簡單上來講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欸我打他 會連續打一次之外 還會再附加額外4次的傷害 那麼也就是說呢 我們只要觸發這一個 然後我們同伴一咬那隻怪 他只要願意去打那隻怪的話呢 他是能夠在一瞬間去造成5倍大量的傷害的 那這個5倍大量的傷害 是能夠觸發我們其他的MOD的效果 那什麼叫觸發情況MOD的效果呢 欸那大概就是我們的 熊惡連結啦 熊惡連結呢 他基本上是能夠讓我們同伴每攻擊 這隻怪一下 就可以播出15%的護加 但是 啊我們呢 這個感染石藥呢 他能夠讓那一隻怪可以上到這一個 4次的傷害的包子 那也就是說我們如果這個同伴呢 去打這一隻上號包子的怪呢 他是咬一下 可以直接撥75%護甲的 欸對沒錯 他會有一個高速撥甲的效果 那基本上呢他只要在咬個這個 第二下第三下 那麼你就會發現他瞬間把這一隻怪的護甲 給全部撥光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啦 啊這兩張搭配起來真的非常的搭配啦 但是我覺得可能要等官方真的會讓他就是 呃 先打那一隻有上包子的怪 的這個情況下 會用起來會比較好用就是了 那現在的話真的定位蠻尷尬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啦 就是說 以現版本來說啦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搭配一個雙重連結啦 因為這個熊惡連結啊 感染石條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他單體 應該說再加上這一隻狐身獸 我玩狐身獸 他的爪子的面板 真的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呃 雙重連結吧 就是一量取勝好了 就不要管他了 好 那麼這一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 稍微調整的部分啦 再來是我們這裡呢 嗯 這一隻同伴喔 嘖 其實很多地方可以改啦 就像是我們剩下的這一些MOD 那這一些MOD 雖然說可以改 但是還是有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可以來做一個互相綁定的喔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最基礎最基礎的東西 那首先是我們取回這個是必定要帶的 畢竟我們撿東西這樣會比較方便 再來是我們的動物本能P 這一個東西 基本上也是蠻建議大家 就是能夠 能帶就帶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就像我們的眼鏡一樣啦 你沒眼鏡的話 你要靠很近 你看怪才看得到 我是覺得很難看啦 很難受啦 那我自己是蠻建議大家可以帶動物本能P的 再來是我們這四張MOD 首先這個物資實列的話呢 嗯 就是看個人去做一個決定啦 你可以考慮裝物資實列 也可以考慮不用裝不管他 那也可以考慮去把它換成 我們等一下要來跟大家講 應該說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的 其他MOD就是了 好 那麼首先這一隻同伴的部分的話呢 由於我們的武器有上到機甲MOD 那我自己是覺得 嗯我們的坦度的部分 就可以考慮以護盾來坦啦 那首先這邊的話呢 當然是搭上我們的三件套 首先是我們的精算序能 加上我們的極速品 加上我們的機甲充能啦 那最重要的話 就是一個靠護盾來坦的這個同伴啦 不過如果你覺得機甲不重要的話 可以考慮把機甲充能給拔掉 那你要靠護盾坦的話呢 就還是靠這兩張就是啊 綁在一起就是了 那麼同時呢 我剛剛前面有說過啊 你如果這個麻痺包子不需要 也可以考慮改強固連結 那你同樣機甲不需要 也可以改強固連結 那這邊有護盾容量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自己裝的就是了啦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一個物資實列呢 你不需要你也可以考慮改強固連結就是了 好 那麼再來是我們的這一個部分 麻痺包子啊 由於啊 我們有裝麻痺包子啊 所以說我們其實這一隻同伴 他在觸發合成結構的時候 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我們合成結構 他只要受到同伴攻擊的時候 都會掉落生命球 那這個麻痺包子呢 他能夠去對附近的怪 給造成這一個傷害 並且會讓他們有一個緩速的效果 那其實他只要衝過去呢 對怪造成傷害的話 他就能夠去觸發合成結構了 那如果你缺這個生命球啊 想要有大量生命球 就搭配這個均衡點效果的這個負能 欸不是負能 那個寶石或者是MOD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把這一二兩張 考慮換其中一張換成合成結構就是了 那麼再來是 如果你今天搭的合成結構之類的話呢 你想要改一下他的生存性質的話呢 也是可以考慮改成 構造強化金屬纖維之類等等的啊 自己去做一個更改就是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你這一個部分概念來看啊 其實就是這兩張是綁定的生存的啊 然後這兩張的話就是看個人 欸應該說這三張就是看個人 自己去做一個抉擇 只不過呢 你如果要放這個合成結構的話 真的會建議放個毛筆包子 他用起來會比較好用一點 那你如果這個都不想要的話呢 你如果要放這個強固連結 你就要綁護盾之類的 那算是一個 嗯 可塑性版搶的一隻 野獸 對 就成這樣吧 那你如果真的要數絕的話 你也可以把毛筆包子搭 比連結來搭這個 合成結構都可以 好 那麼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這個配置吧 抓抓的配置的話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首先這裡的話呢 會建議大家來考慮選擇我們的保衛天性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保衛天性的這個穿刺 補這個暴擊機率部分 還算是非常的好 那 主要的這個 補爆率的話呢 雖然說這個補爆率是補爆率啊 但是我們基本上 還是要來看一下這一隻野獸的基礎面板喔 那這隻野獸的基礎面板 呃 這是測試用的 這隻野獸的基礎面板呢 其實大家發現到 欸 他本身的暴擊機率其實就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還是不夠高 只有10% 那狀態觸發的話 20%的話其實也算是蠻不錯 但是也沒有到特別的高 那基本上的話呢 他真的是一個 自帶病毒切啦 理論上講是要打病毒切啦 但... 官方的野獸... 嘖... 大家會發現到 欸我居然塞滿啦 我這個觸發也不夠高 他也沒有到100% 其實用起來也沒有到特別好 那我如果放上這個 加一大堆觸發的話 他又會直接強制改隊所限 就好像真的挺尷尬的 所以說 我現在是真的很迷惑啦 呃... 官方出這個有 自帶元素面板的野獸 他到底想要幹嘛 你這個觸發又給的不夠高 好啦 不過這只是題外話啦 那主要原因可能是 他想要靠我們 機... 機甲直接拉... 觸發... 但... 好像也沒有都特別好用 好啦 那這只是一個... 小小OS啦 好啦 那麼總之呢 就是他命門因為長成這樣啦 所以說 玩雄這邊的話還是把它 就是盡量平衡一點點 去打一個存火的這個 雙修路線喔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的咬碎 去利用他的這個雙爆 不過他提高雙爆的話 他的爆擊機率沒有到50% 所以我們還是沒辦法去 由我們前面去用這一個 呃... 接刃鏈結來拐爆擊傷害就是啦 那麼這邊有了爆擊的話 大家發現他有43% 那如果我們再加上 穿刺的這個觸發的話 能夠再加25% 基本上我們就會有68% 將近快要7成的這個機率會爆擊 那這個... 嗯... 只要將近7成的機率會爆擊的話 那麼大概 大家都可以想到 他的傷害都不會太差去哪裡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一套配置的話 會建議大家就是 這個... 物理傷害的方面呢 可以考慮到我們的傷殘調控 或者是我們的野蠻調控 那為什麼會放這兩張呢 其實這個是跟這個光環有做一個搭配的啦 首先呢我這邊原本會放三殘調控 原因是因為我原本想說要讓他... 換... 針對或者是執著 看他能不能就是乖乖去打那個 受到這個包子影響的怪 結果我發現到他根本不會 所以我就決定 嗯... 好吧可能包子上包子 並不是他的這個打架的這一個動作 所以他不會算是那個目標 他不會鎖定他 好這個我好像也給過了 那我後來發現到呢 嗯...我好像AI都玩過了一遍 發現他真的沒有這個... 很合我現在想法的AI 就後來決定算了 那我就拿收益最大化的吧 保衛天性 好那麼保衛天性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傷殘調控的話 其實就不是這麼的必要了 那至於為什麼會建議大家可以考慮換成野蠻調控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只是要拉上一個磁力的效果啦 那上磁力效果 上磁力效果在哪裡上呢 等一下跟大家講 我們這邊先把它放著就好了 好那這裡的話呢 那我會建議大家就可以考慮再帶一個垂直去拉到他的基礎傷害啦 因為我們這樣的這個野獸 目前這個... 嗯... MOD在比都算是蠻高的啊 那這個有裝沒裝 他傷害就直接差一倍啦 再來是我們這一邊會建議大家放到我們的獵藍爪子 去增他這個火焰傷害之外 還會增他高耳的觸發機率 再出此之外 他會把全部傷害轉成火焰傷害 那在這裡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搭配一到兩張的這一個元素卡啦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只是 讓我們在沒有去吃到基甲超仔的情況下 我們的觸發機率能夠至少達到100%以上 對 那其實你放一張的話也是差不多98% 看你能不能接受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是考慮搭配我們的基甲超仔 有認真要拐他的話 再考慮把兩張下掉就換其他MOD 對 那這個機能上觸發MOD的話 就是可動的啦 再來是基甲超仔 為什麼會建議大家放呢 呃其實也沒為什麼啦 就只是為了鬼窗在觸發的時間而已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這一個 嘖 這一隻怪嗎 該怎麼講 欸不是這一隻怪 應該說這一隻野獸嗎 他的這個分身 他沒有像這個本體一樣會有一個撥甲效果 然後再加上一些有的沒的 那所以說我覺得 嘖 放個狀態持續時間會比較好用一點啦 但其實好像也沒有到差太多就是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原本是試其他的啦 他都會跑去亂打其他怪物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這個AI好像寫假的一樣 這 超級氣的 好啦 那總之呢 可能是因為有一些bug 可能他這個AI還沒有設計的太好 所以說 才會有這一些奇怪的問題啦 那總之的話 我當初我們是要去增加他的狀態持續時間就是了啦 那這邊的話其實好好想想也不一定要就是了 那最主要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還有他一個很強力的地方啦 就是他會讓你的這個武器 主要武器的狀態觸發能夠有60%機率加至同班 那今天你如果是拿一把本身的這個觸發機率就有100% 也不是說一本身 應該說你的MOD配置完之後 你的這一把槍的觸發機率有到100%的話呢 那麼他就可以直接加60%的這個觸發機率來到這一隻野獸身上 那他的傷害加成也會非常的高就是了 那反之一來 如果你今天是打一個暴擊機率的話 那你也可以考慮放在LIT協力去打他暴擊傷害 也不是暴擊傷害 暴擊的機率給拉到100%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一樣 跟我們前面的那個野獸本體的配置一樣 就是自己去做一個決定看你要不要留機甲的MOD的效果就是了 好 那麼再來是我們免疫抵抗 這個好像也不用特別說什麼了啦 就是因為我們是主打火傷嗎 那畢竟免疫抵抗這個傷害 他還是一個外圍城區 基本上還是加成蠻大的就是了 好 那麼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這個衝擊的部分在哪裡嗎 衝擊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看大家要不要考慮上一個 那個叫什麼啊 磁力打擊而已啦 就你如果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這些東西都不是這麼的必要的話呢 你也可以考慮一張放磁力打擊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留著 這樣 或者說看你自己去做一些改變之類的 那這個你如果釋放一個衝擊傷害的話 你可以去稍微拐一下磁力效果 那你在打著月子的時候呢 他這個傷害會變得更高就是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去拐這些有的磁的話呢 放個傷殘調控吧 至少讓你的這個同伴魅影 多重鏈級的魅影 痾...雙重鏈級的魅影 他能夠觸發傳刺 好 那麼接下來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效果啦 那基本上大家發現到 他如果這個看到怪還會先撞一下 並且他平常就會直接咬怪 那如果上到包子的怪呢 有被他咬 他倒是咬阿 大家就會看到 有沒有這就是我覺得他很討厭的地方 他上了包子然後就把他射後不理了 然後就跑去咬其他隻怪了 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不過他其實打其他隻怪 大概放他傷害裡面阿 痛就是了啦 來...來表演一下...瞬間波甲吧 威安苦生獸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 喔有了有了有了 瞬間波甲 哈哈 哈哈 結果他其實咬一下 然後他只要放包子在他身上的話 然後他在瞬間咬 他就會直接全部撥光 雖然說一般的怪的時候 他其實傷害也很夠啦 就是燒死的時候呢 他其實假也差不多快撥光了 那...單體也是長這個樣子阿 我們這邊...稍微的去... 幫他加仙同伴吧 欸欸欸這什麼bug 然後我怎麼沒有那個... OK應該差不多了 幫他叫了一些親朋好友 當街來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 欸如果一堆的話呢 他們殺傷力其實也是蠻可怕的啦 每一隻都...都會打死傷害 然後每一隻他都有這個... 火焰的這個超級透 然後還會有穿樹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就以單體來講啦 但... 跟其他隻野獸比起來 清怪能力等等 真的不是都特別的好 喔除非這個機甲有觸發到 好吧 這機甲有觸發到 喔有有有大家看到這個傷害 哈哈哈哈 除非剛好有機甲觸發到啦 好啦 那... 其實這一隻野獸就差不多這樣啦 那麼今天影片呢 其實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加打開你的小鈴鐺 在我什麼新影片 還有DX連通知你們 然後各位留言 什麼想要看的 Wolfman的武器啊或戰甲 或是一些野獸同伴等等 之類有的沒的 也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喔 那如果看到的話 就把牌錄 我拍影片形成裡面這個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大家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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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